大家好 在今天的天氣形態來說 你會感覺到天亮之前 溫度非常的寒冷 因為在天亮之前的時候 寒流仍然籠罩在台灣上空 還有再加上一個天氣晴朗之下 地表的輻射熱散射到外太空了 昨天晚上的氣象 我就一直提醒大家 特別注意的就是這個低溫的部分 我們先來看什麼 先來看看在昨天的晚上 到今天清晨 各地的低溫究竟有多低 我拿幾個側站出來告訴大家 先來注意到 我們從外島側站來看一下 先注意到金門 金門的溫度在清晨 因為輻射冷卻作用 到了6點多的時候 溫度狀況在4.1度 而到了馬祖 馬祖的尾度是比金門高 可是馬祖的溫度狀況 在清晨的時候是5.3 反而比金門的溫度 也要高一些些 接著來看到台灣本島 在我們台灣本島的整個西半部地區 全部都是天氣晴朗 新竹在清晨的6點鐘的時候 溫度在5.4度 而到了北部的淡水 清晨的溫度只有5.5 但是淡水的朋友 你中午有沒有感覺到溫度真的很高 因為中午的淡水 可是到達了19度 可是現在的這個時候 已經7點51分的這個時間點 現在目前淡水的溫度 是在13度 有沒有注意到 溫度的形態來說 隨著在天氣晴朗之下 晚上天黑以後 地表的輻射熱 快速的散射到太空當中 所以你看淡水的溫度 從中午的19 現在降到13度 台北市中午的溫度20度 但現在的溫度14度 要提醒您 日夜溫差相對的很明顯 早晚的天氣會偏冷 明天 後天 白天的溫度再上升 不過下一波的冷氣團 目前看來 禮拜六的時候就要接近了 所以週休假期 冷氣團會在南下 所以到了禮拜六的時候 你往北走的朋友 就會發現到天氣開始變冷了 我們來看一下 這張衛星雲圖了 雲圖上面 我們先注意到雲層 在昨天的時候 台灣上空的雲層 逐漸的離開台灣 各地天氣晴朗 因為在晴朗的晚上 地表的輻射熱 就會因為天空當中 沒有雲層的關係 所以使得地表的輻射熱 就很快的往太空的方向 散射上去 也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使得清晨的溫度 都是一個偏低的狀況 像在淡水的溫度 測出來只有5.5度 而到了嘉義的溫度 在5.7度 溫度型態來說 在天亮之前都是一個偏低的狀況 這是天亮之前 太陽一出來之後 8點以後就不一樣 太陽一照射 地表的熱開始上升 再加上更重要一個就是 北方的高壓系統東移了 在天亮之前的時候 高壓的勢力 正好已經到達浙江 要接近東海的位置 而到了白天 整個高壓進入到東海之後 我們的風向開始明顯的轉變 因為高氣壓東移出海 所以我們的風向就隨著高壓東移中 開始變為偏東風進來 但偏東風吹進來之後 因為是乾燥的空氣進來 所以連東半部地區 也都是天氣晴 我們在這個高壓的籠罩之下 各地天氣晴 但要特別注意的是 今天晚上的溫度 依然在夜晚是偏低的狀況 因為最主要還是輻射冷卻 但西北地區的西伯利亞冷高壓 目前來看的話 在高緯度區域 還有高壓正在醞釀當中 不過以目前來看的話 在週四跟週五兩天的時間 還沒有到我們台灣上空 下一波的冷高壓 預估逐漸的接近時間點 在禮拜六 禮拜六的時候 高壓勢力開始逐漸的進來 所以相對的 在週六的中午之前的時候 我們會有一道微弱的封面帶 會通過台灣的上空 所以在禮拜六的時候 會先是封面的通過 使得北部地區有雨了 而接著北方的高壓系統 逐漸的南下帶進來冷空氣 但這股冷空氣最主要 在禮拜六比較濕 比較冷 夜晚的溫度 在北部地區就會降到 11度的低溫 在禮拜六的時候 但到了禮拜天的時候 冷空氣的強度再增強 但是到了週日的晚上的時候 又是因為天氣轉勤的關係 所以像桃園 新竹 海邊的部分 就會在9度的低溫 是在星期天 而這股冷空氣的影響時間 會到禮拜一 到了下禮拜二的時候 高壓系統東移了 我們的風場開始變東風了 所以溫度要上升的時間點 要到了下週二的時候 高壓進入東海以後 在禮拜二的時候進入東海 接著變東風進來 這一股冷空氣 就真的完全釋放完畢了 以目前來看的話 整個冷空氣這一段時間 釋放完畢之後 至少在下個禮拜來說 到下禮拜四 禮拜五之前 並還沒有強的冷空氣下來 所以這一股冷空氣的勢力來說 預估在下週二以後 開始就會逐漸的再結束 不過今年的冬天 還是會有冷空氣下來 並不是表示說就這樣結束 先來看一下溫度了 晚上的溫度 因為輻射冷卻作用影響 有沒有看到 10度 8度 7度的低溫 白天的高溫 因為陽光的照射之下 可以到達22度以上 中部地區天氣晴 日夜溫差明顯 雲加南的日夜溫差是最大的 南部地區中午舒適 早晚冷 早出晚歸騎車要保暖 而到了東半部地區 最主要早晚的溫度是偏低的 白天的話陽光露臉之下 早出晚歸騎光行車要注意 另外外島地區的溫度 在晚上的時候溫度 仍然是偏於寒冷 未來一個禮拜我們可以注意到 禮拜六的時候冷氣團南下 週六有雨 週日開始雨後多雲 但到了中南部來說 仍然是天氣晴 下禮拜二的時候氣溫部分再上升 而到了外島地區的溫度 目前來看禮拜五的晚上的時候 氣溫就會開始逐漸的下降 所以要提醒大家特別注意的就在於 這日夜溫差可是非常的明顯 你早出晚歸 穿著方面可要特別注意 小心 別感冒了